准备的什么 准备的也是作品集 好 我喜欢带作品来的选手 来来来 把作品拿上来 这个的话也是整体的一个发型 包括化妆的一个造型设计 然后包括化妆 然后这个的话是大学的时候 画的一个猫多音装 在人的脸上画的一个猫多音 然后这个的话是 自己设计制作的头饰 这个是画的一个水彩 这个是服装设计图 这个是公笔画 那个作品就比较像是学生 其实老师尽可能打开你思维 你做什么都可以 其实它还不是商品 99%的真正的设计师 走到了商品阶段中间 他就要考虑流量 市场接受度 就不是以个性化为考虑了 对吧 那实际上在中国区 除了刚才你说 做造型和做影视的部分 人物品牌在迅速崛起 如果你给图老师 人物品牌重新规划造型的话 你会怎么考虑 我觉得您还是适合穿整体的一个 就整套的一个服装 就是 就一套 对一整一整套的这种 可能稍微稍微正式 穿一套不是钱挺傻的吗 不是就是我是觉得 鞋子的话可以个性一点吧 但是整体的服装 等一下小文 有点偏 你看你之前包括沟通都是衣服的搭配 这和真正的人物品牌造型还不一样 比如我前面加一圈 比如说先给图林老师找定位 假如他他是一个深度思考者这个定位 他的标签是语言读舌 对他有什么东西 他是透射的那些定位和那些关键词 我明明老师说的意思 但是我现在脑子有点 我觉得他还没到那一步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没有什么想法 对因为对图林老师的话 我是觉得 他是一个三观很正的人 所以当时的脑海里 第一个想法就是觉得 可能服装上稍微穿着正式一点吧 就展示了一个他的个人的特质 对但是我没有表达出来 我请教一个问题 我就在机场的时候 老发现一些明星在那儿 有意无意的 好像在那儿拍什么 那就叫街拍是吧 就是机场街拍拍一些look 然后是宣传自己的一个 就是知名度嘛 那你来演示一下 什么叫街拍 有哪些人经常在机场出现的 你就算了 你那演示 我也会坐飞机 我们就请贾君跟马瑞好不好 你来指导一下怎么街拍 因为我经常在机场街拍 对 原来就是你这样的人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机场街拍 已经是明星的一种商业模式 实际上它是跟机位来的 我跟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比如说机场街拍 你看是一直走路对不对 他不是走了很多步 他是这样子的 那是音乐 看似一直在走路 实际上是原地不动的 不然你抽风吗 不 那什么意思 老是这样干什么 就是他要拍的 机场街拍的是那个动态的动视 但通常来讲 摄影师如果比如说 你要一直走 摄影师不是一直跑 他可能抓得不到好的照片 实际上你们看到的机场街拍 都是机位是固定的 很做作反正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从你和摄像师中间经过 你是不是想弄死我 不会啊 因为那种会有人影虚幻的感觉 非常的自然 还关闻你 所以 所以街拍还是就是 你们看到的一些照片 那实际上 不是 你们服什么 就是要给品牌 赞助的衣服要给露出啊 你们也是借的衣服 对对对 就是品牌要占住衣服什么的 其实很多动作是被设计的 对对对 设计过的 你们很不容易 你们太左了 来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谢谢 来 我们来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领导答应给你涨工资 却没涨 你会选择和领导理论 还是继续等待 比如说我就是那个领导 我说了下个月工资给你涨两百 嗯 我没涨 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 我这时候我在办公室 您那个最近就是说 答应了我给我涨工资 为什么没有给我涨工资这样 就比较 我说过这话吗 嗯 给你开玩笑的了 我真的不记得我说过这话了 嗯 那我好像 你好像没招哎 可以去想一想吧 你好像没招哎 对 啊 徐文你是一个特别害怕冲突的人吗 嗯 对 嗯 那如果是说就像这个题主要考虑你 就是说当你的利益受到一些冲突的时候 那其实他就还是考核到你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是你担心的是什么 这个是我特别想知道的 担心的冲突 这就是怕工作 但是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冲突啊 因为已经答应过 一个聪明的职场在这个时候要处理的方式不是得两种是第三种 要图走 最近有什么需要我加班的需要我去瞒的我觉得对 要这样子在第三种方案里面我这么问的时候老总其实哎 他怎么突然肯定要活干啊 其实是不是我以前说过什么 两次以后老总就明白了 其实我觉得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直接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说一定要去绕 这难道不是解决问题吗 但是不是 因为我们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说你为什么没要给我涨薪水 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再绕其他的事情呢 而不是直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为前几天我刚发生就是要给员工转工资 我确实给忘了 然后我觉得他的解决方法就挺好的 然后他就私下来问我说 我是不是这个月哪里做的不好呀 我才想起来 我说对我记得给你涨工资忘记了 可是我觉得那个专家说的挺好的 直接说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我其实不是很同意大家说还要 还要绕个弯子啊 给个口啊 你就说你如果忘了的话你就加上 如果没忘的话说什么问题就行了 但是无论是哪种方式 至少证明了这个女孩子的确是有点害怕面对冲突 是的 她居然居然说不出话来了 小雯我给你支一招 如果性格比较弱又不愿意跟别人距离一争的话 其实有个小技巧就是对老板沟通 请教就是最大的工位 比如刚刚他欠薪这个事对吧 或者涨工资这个事 你会问就说 请问老板 你觉得我没有加薪我的问题处在哪呢 如果我加了薪 我怎么符合你的高标准跟严要求呢 他只要开口他其实已经植入进去了 他特别害怕面对冲突 就是他可能类型有很多想法 但他不知道如何跟自己上去去沟通 在职场上跟老板的沟通非常重要 因为就当面沟通的时候 你才能够知道对方的想法 以及你该如何去进行有效沟通 情商上面我是觉得老师们说的都是 有一些道理还是蛮对的 就是自己 自己还是要勇于去表现 表达自己的一个想法 表达自己的一个看法 不要说什么都藏着掖的不敢说 第二轮选择虚货磊 有 还有四点钟